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前任电影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香港惊悚电影《奇幻夜》 这部电影由三个独立的小故事组成 第一个故事叫做《枕妖》 女主回到家和男主思雨一番后便去洗澡了 此时男主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不料女主的手气也响了 于是男主就知道女主监视自己 还没洗完澡的女主觉得大事不妙了 赶紧跑出来 男主和女主大吵一架后 于是男主提出分手后气冲冲的离开了 和男主分手的日子里 女主夜不能寐,翻来覆去却依旧失眠 无奈的女主买了一个花枕 抱着花枕头入睡的女主很快就睡着了 而且梦中男主也回来了 并且男主对她也很主动 一改以前的不染事尘 女主醒来后惊奇地发现她似梦非梦 女主突然意识到男主和自己吵架时 已经被自己失手杀死藏在家中的柜子里了 难道男主鬼魂回来报仇了 尽管这样女主依然愿意沉睡在梦中 因为梦中的她是快乐的 或许是女主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梦中的男主并不是男主 而是枕妖 她需要吸取女主的阴气强大自己 男主的鬼魂看到一切 便叫来女主的朋友来拯救女主 朋友感到女主已经沉迷睡梦 无法自拔 第二个故事叫做迷藏 一群学生回到自己小时候废弃的学校 走进破烂的教室可谓是回忆满满 但他们却不知道这里隐藏了一大波的野鬼 看守这座学校的是一个大叔 大叔看到这群学生好意提醒天黑之前必须回家 学生们也不以为意 于是玩起了天师捉鬼的游戏 丝毫没有回家的意思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殊不知自己已经和鬼魂擦身了无数次 于是就上演了捉鬼反被鬼捉的游戏 第三个故事叫做黑散 一个酷帅的老伯在街上救助了一个差点被车撞的大婶 却被反骂了一通 又帮助大巴司机教训了抢劫犯 还帮了一个被恶霸欺负的人叫来了警察 但似乎都没有人感激他 但是这个老伯丝毫不在意 可谓是雷锋式的好人 紧接着老伯走着走着就遇到一个崴脚的美女 这个美女这一身装扮也知道工作内容是啥了 于是美女就要求老伯送她回家 老伯觉得好人做到底就扶着美女回家了 进门之后美女就开始工作 但是死活老伯不从 愤怒的美女大声喊叫 于是叫来了刚刚街道上的恶霸 恶霸上去就是一顿暴打 但是老伯并不是吃素的 老伯独白道自己是一个修行千年的鬼 自己所做的好事只不过是来历劫 不想在最后一单上没有忍住自己的小暴脾气 于是老伯残忍的将这个恶霸硬上弓的美女给肢解了 看到这血腥的画面不禁让人一阵寒战 也不得不对美女说一句 不作死就不会死 三个小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击关注哦 前日电影期待与你的每次分享